3號上午在屏東東港禁司堂施打戰 是進行第二季莫德納施打 這是第三天了 也是最後一天 竟然出現挫打成了AZ 總共有88個人挫打了 這些民眾都是65到69歲造冊的長者 而且禁司堂施打戰 連續三天全都是該打莫德納第二劑 怎麼會出現AZ的疫苗 負責施打的醫院 是東港知名的安泰醫院院方檢討研判 應該是一開始領藥流程出了錯誤 領到了AZ 施打過程第一線醫護人員 也沒有落實三讀五隊 才發生這麼烏龍的事件 屏東縣政府主動發布通知由衛生局協助安泰醫院 以最快速度找出錯打疫苗民眾的名單 通知趕快到醫院檢查身體狀況 由於都是造冊的長者 要全數召回應該不難 只是這些錯打疫苗的民眾 未來第三劑要何時施打必須趕快規劃 縣府對安泰醫院停權處分 暫停施打疫苗的業務 涉及違反醫療法57條的部分 則必須在三天內完成行政檢討報告 以及懲處 TVBS新聞 葉鳳達 評論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